稍等 那个洛奇英雄传手游 永恒 它是一款纯MMO ARPC的一个游戏 它延续了端游的一个性感 跟超强的一个打击感的一个特色 现在目前这款游戏计划是在8月2号左右进行公测 然后目前是总共有6个职业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是比较有典型 典型的一个英雄职业 就是零 它是拿的是一把大刀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目前来看的话 就这款游戏 它的整个一个人物的一个面相 包括它的一个美术设计 都是以端游为基础进行设计的 然后它的玩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去跑地图打一个副本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打击感 目前这款游戏它有一个就是呃外界都都比较任何的一个阿巴塔 就是呃时装系统 然后现在它有比较有很多套不一样的时装 然后这是比基尼 这是海沙滩装 这是呃水晶内衣 这是比较有中国传统的那个类似像春丽的那个那个风格的 看一下它的打击 就它有自动战斗 可以自动的去去打打怪 然后它也可以手动操作 就在打的过程当中 它的打击感是非常强的 红色的是雪桃 黄色的是能量槽 现在所有的技能 它在释放过程当中 它是比如说我要放大招 它是会扣这个能量槽 不同的技能使用的能量点数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因为我装备比较好 可能过的会很快 可以打一次模组 打超前前一个 出本去打 这网络有点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跟NPC一起玩的一个 一个类似像爬塔的一个游戏 就技能来说的话 基本上都是还原端游的 但是由于端游跟手游有一定的差距 它无法设计出像端游100%的一个技能展示 所以我们在手游上面做了一些减法 然后同时我们会增加一些新银的玩法进去 就可能在端游的这个玩家来体验的过程当中 他会觉得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游戏这个游戏这个玩法呢 就是说 呃 类似于它总共有 呃 怪物入侵总共有6波 每一波打完之后 它有一个能量潮 要么就是给所有的英雄职业加血 要么就是一致性会充满一个debuff 会对全屏的所有的怪物进行大量的伤害 现在我们在积攒的一个类似于像能量潮的一个东西 等满了之后我们可以点击触发 然后可以有一个全屏的一个伤害 他的就是战斗过程实时的一个操作 还是尽可能去还原端游的一个特色 比如说他的闪避可以实时的进行 这个有一个bug 基本不能点 差不多他的玩这个玩法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别的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100%的还原端游的一个酷汉村 然后基本上玩家 玩家进来了之后可以找到端游的一些回忆 然后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端游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翅膀 我们在这里也也做了一些还原 就比如说这个是黑色的鱼翼 这个是一些蝙蝠的鱼翼 然后这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翅膀 然后还有这些紫色的 就是目前来说这个翅膀的这个玩法包括收集性是非常强的 然后目前手游跟端游比的话 这个手游的话他是做了一些 就是更适合于移动移动版的一个特色 就是很多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玩 你比如说我想把我的战斗力提升 他这边有很多引导会告诉你如何是提升 如果你要经验他也会告诉你有哪些玩法 就相对来说就更加简便一些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我们也给因为 呃 弱晴英雄战其实在玩家眼里他叫一个叫内衣英雄战 然后我们增加了一个就是视角的一个便捷的观看 就是很多玩家都喜欢从去看一些就是不一样的点 然后另外就是 呃 我们这边就是设计了一个就是比较比较公平的一个是交易平台 就是玩家可以把他自己打造的一些材料 通过这个交易系统 拍卖行会商会直接出售 然后玩家跟玩家之间的交互就会做得非常强 因为很多呃小白用户或者说呃飞压用户 他们是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时间跟努力去换取别人的一些一些一些钻石 然后提升自己其实可以通过这一套系列的玩法都可以实现 然后工会这一块的话这款游戏主要是以社交为主体 工会这一块它是有比较完整的一个一个一个系统在里面 就是玩家在进入游戏时机之后他就会推送一个工会的一个介绍 希望玩家全部的去进入到工会 然后就形成一个社团 包括他在整体玩法过程当中他可以认知到呃 结交到很多朋友然后呃跟跟自己结交了一些朋友去打怪或者是刷副本 这样等等一些就是社交类的一些玩法就逐步逐步的隐身出来 这样对于用户的黏着度会越来越强 差不多就这些